他是香港最具规模的地产发展商之一 据说在香港每七个私人住宅单位中 就有一个由他开发的 他的产业几乎渗透到香港的每一个角落 香港人民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他 他就是长江实业 提到长江实业你可能并不熟悉 但是说到他的创始人李嘉诚你一定知道 他从一个塑料厂发家将长江实业 打造成一个价值预千亿的商业帝国 业务遍及全球 但虽然业务广泛财富惊人 长江实业和他的创始人李嘉诚 却并没有被大多数人所认同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就曾说过 李嘉诚旗下没有一个畅销世界的产品 做的都是投机的生意 从塑料花大王到李超人 再从李超人到被仇视 李嘉诚和他的商业帝国 是怎样一步步走到现在的呢 触摸品质 发现未来 欢迎观看十万个品牌故事之 长江实业 李嘉诚和他的商业帝国 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厚 曾这样评价李嘉诚 李嘉诚的行为实际上是垄断 这造成了香港人的生活成本居高不下 对于一个香港人来说 他们从出生到死亡 可能一生都活在李嘉诚商业王国的统治下 香港阿公阿婆们早上起床买菜煮饭 去的是家门口附近的百家超市 年轻人买个护肤用品 去的是公司楼下的屈城市 他们看电视和听电台 是李嘉诚小儿子李泽凯的电信银科 家中安装的电话网络则是和讯黄浦的 上述所提到的这些都是李嘉诚 长江实业旗下的公司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香港人 要将收入的一大半用来偿还长江房产的房贷 因此有人说香港就是李嘉的城 有民间调查机构显示 香港可开发的住宅用地 有三分之二都落入香港四大地产商的手中 领头的就是李嘉诚的长江实业 李嘉诚1928年出生于广东潮州的一个书香家庭 12岁时为逃避战乱与家人逃难到香港 寄居在舅舅的中表堂 父亲因病去世后 李嘉诚负担起供养家庭的重担 开始了学徒工人塑胶厂推销员的生活 当时在香港战后大批人员涌入劳动力激增 在这样的背景下 1950年22岁的李嘉诚 用从舅舅那里借来的5万块钱 创办了长江塑胶厂 这就是后来庞大的长石帝国的起点 1957年 李嘉诚在阅读英文杂志时看到一则消息 意大利一家公司利用塑胶原料制造塑胶花 在欧美市场上非常流行 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商机 塑胶花在香港也会流行 于是李嘉诚开始生产塑胶花并推向市场 随即成为热销产品 凭借塑胶花 李嘉诚赢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被称为塑胶花大王 但他并没有沉免生产塑胶花 而是看到了香港因地域狭小 制造业只能主打塑料 五金等轻仿产品 未来同质化竞争会日趋严重的现实 所以在赚到钱后 他就把资金投入到了地产 并将公司改名为长江工业有限公司 1958年 李嘉诚在港岛北角 建起了第一栋12层高工业大厦 开始正式介入地产市场 1960年 又在柴湾新建了第二栋工业大厦 这两个只租不售的项目成为李嘉诚进军地产的基石 60年代中后期香港爆发银行信任危机 又受到国内政治的影响 不少人纷纷抛弃物产离开香港 香港地产陷入低潮期 但李嘉诚却看到了香港地产业的前景 趁此是大量吸纳被低价抛售的地产 到1970年代初 李嘉诚持有的地产达到35万平方英尺 每年租金收入390万港元 1971年 李嘉诚正式成立了负责地产业务的长江事业有限公司 次年7月移民为长江事业有限公司 4个月后 长江事业在香港成功上市 上市后的长石 利用发行新股作为工具 大规模集资 并趁地产低潮期大量购入地皮物业 为长石后期的发展奠定基础 到1981年时 长石的市值就已经由刚上市的1.26亿 增加到78.77亿元 据统计 长石当时在香港拥有的出租物业 再建工程及土地储备 和解达7588万平方英尺 成为香港帝王 李嘉诚也成为战后 半个世纪香港土地升值最大的受益者 1973年 长石收购百家超市进军零售行业 如今 长石旗下的百家超市和屈城市 依然牢牢占据香港零售业市场的绝大部分份额 1979年 长石宣布与汇丰银行达成协议 赤资6.2亿元 收购老牌英资商行 合计黄埔 李嘉诚因而成为首位收购英资商行的华人 这个商业史上最经典的收购 也给李嘉诚的事业打开了新局面 当时不少人认为 李嘉诚收购和黄只是侥幸得手 并没有能力驾驭这艘大船 但之后的发展却出乎了所有人意料 入主和黄之后的李嘉诚 先后将和黄旗下的企业如合计地产 屈臣室等进行私有化 又将亏损累累的海港工程出售 并将黄埔床物庞大的土地发展为住宅商户等 令和黄业绩大幅改善 净利润四年涨了四倍 从此李嘉诚获得超人的称号 到2001年时 和黄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港口运营公司 收购和黄之后 李嘉诚的扩张步伐并未就此停止 他将目标指向了香港电灯公司 1985年 李嘉诚成功以29亿 购得港灯34.6%的股权 后更名为电能实业有限公司 80年代中后期 李嘉诚看准香港电讯市场的巨大增长潜力 开始向电讯行业进军 随后 和黄在市场大举收购各大小传乎公司 到80年代末 和黄旗下的合计传讯 已成为香港最大的传乎服务公司 占据香港传乎市场50%的份额 而合计电话也在香港移动电话市场 占据领先地位 1996年 和黄整合香港的移动电话 传乎与固网服务的事务与营运资源 宣布成立合计电讯有限公司 同年 长石将旗下基建项目拆分上市 成立长江基建 负责能源基建 交通基建 水处理等基建有关业务 及飞机租资 运营范围 便及英国 澳洲 新西兰 加拿大 香港及中国内地 至此 长石可以说完全控制了香港的房产 电力 电信 零售等基础设施 成为了一个坚步可摧的大型综合财团 在香港占据了主导地位之后 李嘉诚带领长石 开始了向外拓展的脚步 早在1987年 长石就收购加拿大 赫斯基石油43%权益 逐步拓展海外业务 之后 赫斯基石油与加拿大 Renossense Energy 合并为赫斯基能源 在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上市 如今已成为加拿大最大的综合石油与气体公司之一 1994年 合计电讯在英国推出了 Orange品牌的数码个人通讯网络服务 1996年 何黄宣布成立Orange PRC 之后在伦敦和纳斯达克上市 经过多年的发展 李嘉诚旗下 欧洲三集团在欧洲电讯业务中 已经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三 在欧洲目前已经成为一个广为人知的品牌 欧洲三集团在意大利 英国 瑞典 丹麦 奥地利 及爱尔兰等地经营业务 而李嘉诚在英国的投资 也被形容为买下了半个英国 目前 英国近三成天然气市场 四分之一电力分销市场 和约7%的供水市场 都在李嘉诚旗下 进入21世纪后 李嘉诚开始针对清洁能源领域着手布局 他先后于2013年和2015年 投资荷兰废物再生能源公司AVR 葡萄牙风电公司 Iberwind Group等新能源公司 并于2015年 抛售以煤电为主业的港灯电力集团股份 全面转向新能源领域 通过多年的布局 李嘉诚在欧洲也建立了极为庞大的商业帝国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开始进军大陆的常识 在中国大陆 同样也拥有巨大的投资规模 涉及地产 能源 电力 港口 零售等众多业务领域 其中包括3700家屈城市门店 56个地产项目 以及投资400亿元的力湾天然气田项目 和其他投资项目 在2019年美国封锁华为时 李嘉诚拿出175亿与华为签署了合作协议 帮助华为打开英国市场 在这之后 英国其他的几家电信公司 也相继与华为达成合作 经过60多年的发展 从生产塑胶花起家的常识 已经发展成为首屈一指的资本帝国 并通过持有49.97%和黄的股权 控制其旗下系列公司 这个架构下 常识作为旗舰 在地产主业之外 从事飞机租赁 酒店 物业及项目管理 证券投资等业务 和黄则是另一个多元化业务平台 从事地产 基建 电信 零售 港口 能源等六大核心业务 2015年 常识与和黄宣布业务合并重组 拆封为长江合计实业有限公司 和长江实业地产有限公司 长江合计主要负责 电讯 零售 基建 港口 能源 五大业务板块 而长江实业地产 则专门负责房地产业务 尽管发迹于香港 香港人民也一度非常崇拜李嘉诚 但近几年来 他们对李嘉诚的仇恨却越来越多 一方面是他对香港产业的控制 几乎垄断了香港人的日常生活 另一方面则是囤地五盘 高价出售 导致住房供不应求 价格节节攀升 也许是嗅到了日益增多的不友好情绪 从2013年开始 李嘉诚就在逐步出售 大陆和香港的地产物业 累计已经从中国套进了千亿港元以上 而这些资金几乎都被他布局在了欧洲 据2018年长河财报显示 如今长河资产有1.2万亿 香港的资产725亿 内地的资产700亿 而在欧洲资产则超过6000多亿 不过近期有消息称 李嘉诚将出资24亿收购国内地产项目 预计在2020年第一季度完成收购 一时间 李嘉诚又回来了的消息又甚销沉上 2018年 李嘉诚宣布正式退休 长子李泽聚结报 在告别演讲中他说道 不愿意承受家国情怀的道德义务 也不甘承担吸血鬼的罪名 一生只追求无我 想当一个纯粹的商人 从一家塑胶厂起家 到构建一个涉及地产零售等方方面面的商业帝国 李嘉诚书写了一段商业史上的传奇 虽然近几年围绕他的一直有诸多争议过 不可否认的是 李嘉诚确实拥有非凡的投资眼光和经商能力 所以最后 就像我们常说的那样 是非公过都留于后人说吧